还记得曾经我们都是天真无忧的年纪,虽然有很多烦恼,但是出了像要长大,就是快乐崇拜,这首歌真的很是欢快,唱起来十分顺口,而且感觉能够开心的时候唱唱最合适了。 而那个时候,潘伟博也成为了人们喜欢的歌手,潘伟博一直都致力于流行的音乐,那些欢快又顺口的歌曲也十分受欢迎,他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歌曲努力,他良好的性格和表现力,也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。 潘伟博在舞台上十分出彩的他,在影视剧中也游刃有余,表现得也十分出色,记得曾经看《笑话》的时候,虽然被剧中的人物造型了个不行,但是当他一出场的时候,真的有被帅到,而社族《乐乐坛》和影视剧的他,又开始向综艺发展了。 去年的一部《嘻哈类》的节目,让人们见识到了他的专业和实力,能够成为导师也是他实力的突出表现的结果。 而在一部十分轻快的节目中,他又抛开了专业谈起了恋爱,这个时候的他也是一个暖心男友,十分圈粉。 今年8月,潘伟博开了一场演唱会,演唱会十分热闹。 在演唱会上,他也请了自己的好友李晨,而两个人在互相寒暄的过程中,他突然表示自己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他要结婚了。 人们都十分惊讶,但是也同时为他祝福,毕竟他终于能够得到自己的幸福了。 李晨也豪气表示将婚礼承包了,这个分手记喜讯,他宣布了结婚,却没有宣布新娘是不是无心。 网友们不免猜测,毕竟两个人的感情看起来十分好。 希望在这个分手记,能够出现一点甜霸,无论如何,都祝福潘伟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